眼前接受催吐的 正是刚满23岁的李洪达 看他现在满脸憔悴 可是几个小时前还是精神小火 守在他身边的亲人泪流不止 因为毒物检测室的检查结果 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 你说是买了一瓶低扫快 但是呢我们的毒检结果就发现 它是白扫哭 当场就下发了病危通知书 说爱喝一小口 5号升10号升的来救治的话 我们可能还有机会能给他救活 但是如果喝着100多毫升的话 我们救活的几率就非常的小 根据亲友的描述 我们知道李洪达是个孤儿 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 两个小时后 李洪达的手开始变黑 白草菇在接触到皮肤后 毒性会慢慢被皮肤吸收 必须赶紧给他清理手指 减去指甲 为了帮助李洪达度过危险的关头 医生为他进行了血液灌流 简单来说就是将他的血液引入仪器 清除血液中残留的毒素 引流到李洪达身体里 光灌流一次就要花五六千元 因为血液中的毒素不易清除干净 所以每六个小时就要血液灌流一次 一天光这一项就要花费两万多块 高额的治疗费用让李洪达所有的亲人焦头烂额 他们大多生活贫困 可不能眼睁睁看着李洪达死 他们一边积极组织家族内部的人 一边向社会寻求帮助 许多的社会人士也纷纷来看望李洪达 这也让李洪达首次体验到被关爱的感觉 也让他重新抱起了重生的欲望 点个赞吧 入院第三天 李洪达的肝功能出现恶化 肾功能也出现了异常 医生们再次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他们再次给李洪达做了全面的CT检查 不过 医生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出现了 由于摄入量过多 体内的毒素已经从血液蔓延到气管里 关注一下他的身体情况 由于各项指标都不理想 就加大药剂剂量 虽有好转 但也只是表象 入院第27天 百草窟扩散到肺部直至衰竭 一个生机薄薄的生命 就这样被毒物侵蚀的千疮百孔 夺走了年仅23岁李洪达的命 医生和李家人 不永远的灵魂 我做此视频的目的 也是想做个精湿作用 建议收藏此视频 百草窟中毒 虽会给你足够的时间去后悔 却不会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 但还是却被一些想不开的人泄愤 时不时举着毒药 借此了却一生 为了不让悲剧频繁发生 从2020年9月26日起 全面禁止国内销售和使用百草窟 有不少商家换个名字偷偷销售 再次呼吁 在冲动赌气的时候 在对生活绝望的时候 不要轻声 世上没有后悔药 生命只有一次 请珍惜自己的生命 另外也请多关心一下 身边缺乏家庭温暖的苦命人 多给他们一点关爱